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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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台我最近很感興趣的車 從台灣川崎事數引進的消息以來 就一直很有討論熱度的車款 ZX4RR 在年初的川崎記 一達那片草原巷 第一次觸碰到它的實體 就讓我開始對它有些關心 也陸續看了許多相關的影片 看這影片中無分語言地獄 一致性對這台車給予高度的稱讚與肯定 不禁讓人好奇 它真的有這麼棒嗎? 所以我在輪胎程從山店 可以預約租車的第一時間 就和他們預訂租車體驗 我的韓國朋友阿仔 剛好會在台灣待一段時間 所以去體驗ZX4RR的當天 我就邀請他和我一起 來趟台北新竹一日遊 而一整天下來 我終於理解網路上 那些關於ZX4RR的影片 為何會對這台車讚不絕口 因為它 真的就是那麼棒 最近體驗了SENA的5S藍牙耳機 從外觀上來看 可以看到它有一個螢幕顯示現在的狀態 在操作藍牙耳機的時候 很常是把帽子帶起來 聽提示音 然後去猜測現在的操作到底對不對 而有螢幕的話 可以很清楚地分辨耳機目前的狀態 是在配對中還是配對完成了 音量調整的幅度為何等等 我覺得是相當方便的配置 轉盤的設計也讓我們在長按短按之外 有一個更直覺的操作方式 即使戴著手套也能有相當清楚的操作回饋 再來回歸藍牙耳機最重要的面向 聽覺的體驗 我現在要錄那個會員影片喔 我要自言自語不要理我 它的喇叭有經過設計 無論是拿來聽音樂 還是收聽導航測速 都能聽得相當清晰 在模式的選擇上 提供了四種等化器的預設 讓我們能隨心所欲的聆聽音樂 在藍牙耳機的連線上 一樣可以搭配SENA的App 我覺得SENA F的使用體驗真的很棒 首先不用按著藍牙耳機上的按鈕 四有四無的確認到底能上了沒 App視覺化後的介面 一看就知道現在的狀態輕易陪對成功 有陪對過的朋友 再次連線 也就是一瞬間 如果你喜歡這種有滾輪異於操作 有螢幕異於確認的藍牙耳機 那或許可以了解看看這台SENA 5S喔 歸誠 久久了 真的,時間太快了 已經有6月了 昨天12月 對,現在 但是,不太短時間 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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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這麼快 但是,這麼快 這麼快 什麼意思 那些人 海派海派海派人 都吃了 一天 一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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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嗎 今天要開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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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開車 今天要開車 但是,開車 什麼時候不知道 但是,就是 很有名的路 今天要開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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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開車MP 今天要開aton 今天要開車干嗎 今天要開車和國村 是啊 今天要開車 今天要開車嗎 今天要開車的嗎 今天要開車嗎 今天要開車嗎 今天要開車耶 今天要開車嗎 我說 ASMR 今天要開車嗎 själv 像 sunt外國人 �天來ка 里 hinaus 有從海派海報嗎 今天要 Macam Thanks to you 那種旅行的 我好 我請你喝酒 哇 我跟这些东西都比较到 我 现在现在没试过 没试过 我还没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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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老婆的关系还没有在实战中使用过 现在我已经来到 我以后 如果出生了一些关键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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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啦出啦 有騎過吧 這台沒有完全沒有 那幫我把吹亮外觀拍個照 底層數的部分 七八五 哇已經七七千了 對啊 對啊 熱門 對別人分店掉過來 他幾乎每天都是排滿的 OK 那我們從醫表開始介紹 醫表部分 這邊是動力模式 進退快排 檔位顯示 轉速 油量 里程 單趟里程 的油耗之類的 然後水溫 時間跟時速 OK嗎 它動力模式的部分要怎麼調 這邊往上按 長按 這點是雨天模式 往上按 這邊是運動模式 OK 這往上按 燈號的部分 我先跟你對 有亮的跟我說有 我們從沙順聲開始 這邊 有嗎 有 雙閃的 嗯 鑰匙插進去 順聲轉往後拉 幫我加九八 OK 其實多少加多少就好 我來幫我留一到兩個 不用加吧 那這樣基本上就是這樣 車子都把你熱好 可以直接出發 好 OK 感謝感謝 好 很棒 好 好 可是 原來是泰國雅400 其實泰國雅400 不是泰國雅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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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泰國雅400 我們現在就開始做了 好 我們現在去泰國雅400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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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CBR60和完全不同 同樣是4公里的 完全不同 它的聲音 很不錯 哈哈哈哈 98加滿血 完成租車手續後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行車 這台車是全馬力的版本 搭配蝎子管的配置 雖然和後續台灣川崎 即將引進的原廠公司車 會有一種差距 但我認為騎這台車的體感 依舊有參考的價值 因為會買這台車的人 我相信還是會希望 能解放他原本應有的實力 在川崎基當時 我有試跨現場展示的ZX4RR 印象中只記得還不算太趴 不過並沒有實際騎車 也沒有背上背包 所以可能不那麼準 今天就是以我平常出門的裝備上車 也會跑一個完整的一日行程 更能感受到他 在實際的使用場景 會是什麼體驗 他的把手 雖然在三角台下 出於跑車的配置 但是因為他的油箱比較短 所以騎乘三角上來說 並不會讓上半身過於低趴 體感上的位置 我覺得和我的650R相比 還稍微挺一點點 感覺上是個即使騎長途 也不會有太大負擔的姿勢 這是體感上的第一印象 而最讓人津津樂道的重點 就是這具399cc直列四缸引擎 當我第一次慢放離合轉動油門 那個聲音真的非常美妙 即使速度不快 也有相當戲劇化的聲響 以感官的感受來說 引擎的聲音 是最直接最明顯的享受 而在這裡其實只是個開始 我還沒有享受到它 最讓人熱血沸騰的一面 他的KQS進隊快排表現得相當好 在升降檔時 不用抓握離合器 直接勾或踩打檔桿 就可以很順暢地完成檔位變更 檔位切換的感覺相當絲滑 但還是會有一定的回饋感 驗下來很令人滿意 連著市民高架 黃河西路 白潔寶路 我們來到三峽 平常可能已經習慣忍受這種環境了 所以當然外國人來一起騎車時 很難看 其實回想之前 在日本或韓國騎車時 一整路幾乎是沒有測速的 而我們平常可能已經習慣忍受這種環境了 所以當然外國人來一起騎車時 就好像再次發現 再度被提醒 台灣的測速照相密度 真的是太高了 近到台七 平日就是一條車少好走的山路 在這裡 我再開始讓ZXRR解放他狂野的靈魂 在這裡 六百左右乃至公升級的四缸車 平常很少機會能夠聽到高轉的聲音 因為如果拉到那種轉速速度已經太快了 但ZXRR卻沒有這個問題 甚至右手向下轉動 引擎的聲音在低轉時 先向沉穩綿密的浪濤 正守著寧靜的海灘 中間轉速則向雷電交加 密布的烏雲 即將壓近的暴風 來到高轉 超轉燈開始閃爍 聲線向炮入長空的鋼索 又向高速飛行的流星 把燃油給無情分敬 而即使引擎有如此高康的咆哮 實際上的速度也不會快到哪裡去 正是如此 它的可玩性就相當的大 它的轉速表上限在16000轉 而它的最大馬力出現的時間點 則是在15000轉 在檔位與轉速行駛間的配置 可以有更多樣化的選擇 另外它的車重很輕巧 在山路上也可以靈活地轉向 提起來毫無負擔 前後懸雕的部分 我們有什麼特別不安念的感覺 基本上也都是很稱職的 在過彎或加減速時給我應有的支撐力 以一般道路的使用 我覺得也算是夠用的 在走完台七以後 我們經得台七線上的GoGoBox吃午餐 喔 對 對對對 這樣做 這樣做 今天湯沒有了 所以沒關係 唉唷 哈哈哈哈 哪裡去? 這裡? 這裡? 今天呢 我就是想要騎這台ZX4R ZX4RR 然後呢 剛好阿仔也在台灣 所以我就想說 我們就一起來多個瘋 我租車 然後他騎我的650 那剛剛騎起來呢 我覺得真的是很棒 嘿嘿 給大家看一下 好 儀表 他的儀表其實 因為我之前有騎過10R 所以 那儀表跟10R是蠻像的 只是他差 差別在他是有 這個油表的 10R他這個油表的地方呢 是 煞車的力道 然後 其他的介面都 都算類似啦 連這個調整動力模式的按鈕啊 都是蠻像的 所以 基本上 不會有 這個 上手困難的問題 如果有騎過 他們家其他的車的話 那騎起來的感覺呢 就是 非常的 非常的棒 呵呵呵 我只能那麼說 就是 剛剛一路以來的道路呢 其實都還蠻多用的 有一三路 這個一定是沒問題的嘛 那市區呢 其實也不會有 低轉太無力的問題 那 現在可能 我覺得 比較會有問題的是 這也不算問題啦 就是假如說你跟朋友 騎紅牌 就朋友都騎紅牌 然後你騎一台黃牌的話 就不知道說 這樣子會不會 追得比較辛苦 之類的 不過 如果不太在意這些的話 自己騎得很開心 那 一定是可以的 好 那我們等一下要去漢堡啦 跟CBR650啊 因為這台車比CBR650還要貴嘛 那我只能說 它的樂趣 會多很多 因為它的速度不快 但是轉速可以拉得很高 然後聲音很好聽 所以這個樂趣取向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怎麼說呢 真的是很有魅力的一台車 所以就做了 鮑魚 還有空間 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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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上次骑500R的时候一样 也是到了这边才来仔细看它的外形 其实我以前对忍400的外观就还蛮喜欢的 所以ZX4RR和忍400 上一代的ZX6R 636 它们的造型雷同 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车灯下的小定峰衣造型 整合进车壳内的方向灯 经典的川崎莱姆绿 在着车辆线条而翘起的后座 有些人更喜欢指针直接的视觉性 但我觉得新的全彩仪表也很漂亮 在川崎忍者的家族脸谱即将更换之际 这个在过去几年通用了车头造型 搭配市场上少有的ZX400 就像给这一世代的车系 立下一个强而有力的结论 两句半句吧 瑜伽半分钟 原本的吉尔丝 没想到这个 我说的 而且 强也有 我harved你 不怎么自动仪和 SBS6Rが不合格的 它相似不合格的 这色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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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好 很柔和 好 好 我刚才会被摆住了 我会被摆住了 这个是什么 就是 你看 速度不快 但是 音量超高的200km 超高的感受 所以 更想要去的感受 那是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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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興奮 就是 但是50 50 吃完午餐,我也在剛才決定好接下來的路線 我們從台七原路返回 經過七一岔路,繼續往台七伸出前進 踏上羅浮往青竹馬五日的羅馬公路 一路騎ZX4RR的體感都很棒 如果要說一些我覺得不能算缺點 而是這個極具、這個排氣量的四缸車本該會有的特性 那就是它的最大扭力會在11000轉時才產生 也就代表如果平常不是已經將轉速控制在萬轉附近 那在超車或出彎的時候會顯得特別無力 這一點如果以目的性來說 就是要超車或跟上隊友的確會是一個短板 但在駕駛樂趣的角度則是對車輛的熟悉以及技術的考驗 我會認為這是一個在山路上很有可玩性的特性 在羅馬公路上有一處可以眺望石門水庫的觀景台 我們在這裡燒停看看風景 我們在這裡才會聯繫 就會讓我的 administrator mentorship 我們在這裡也很可愛 還有 McDermило 我們一定要有這隻手 大概 campe有人 我們今晚一點 我們在行三往 finished 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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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往下 離我們下一個休息點 新竹航山的7-11 騰達門市 還有將近一個小時的路程 在這段路上 我也是持續地在感受ZX4RR 各種轉速與檔位下的組合 所帶來的不同表現 以和朋友出遊的情境來說 我的想像是 因為引擎特性的關係 力量並非隨傳隨到 而是需要等待轉速拉升 動力才會跟著釋放 所以在這段小彎多的路 如果朋友是騎雙缸700左右的車 那可能就會跟得比較辛苦 這一點我覺得就是看個人 我是屬於跟不上 就自己慢慢騎的類型 安全安心 享受兜風樂趣優先 自己騎的開心比較重要 但如果是希望 比較容易跟上大隊 那我認為這台車 就是需要花點心思 才能發揮它真正的實力 羅馬公路來到盡頭 轉進一陣子沒來 熟悉又陌生的台三線 在這種寬大視野良好的路行 ZX4RR就可以展開手腳 盡情奔馳 外操 我可以吃了一瓶的一瓶 我必须要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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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我們現在怎麼做的 休息的時候,我報告 我真的好癢 太軟了 來到騰達門事後不久 午後鎮宇走然降下 我們也就延長了休息的時間 直到雨室歇息,才再次上路 我們從台3繼續南下 到朱東正前轉上台6八快速道路 往新竹市方向前進 時間將近傍晚 天空在雲層密布下 即使我們向西而行 也看不見落日的聚光 不過燃油機械本身就是火與熱情 我們伴隨著引擎的奏鳴 在快速道路上一無反覆的走行 以高架路段的巡航來說 大約6檔6000轉左右 時速會落在90-100之間 也是大部分快速道路的速限 在這個速度下 車輛還是相當穩定 騎乘的感受依舊舒適 而在6000轉以後 還有相當大幅度的可用轉速 所以即使在西濱這樣的環境 我認為依舊可以有不錯的駕駛體驗 來到新廚室 我們決定在訪吃前 也有來過的水煮與店家 今天是晚安 昨天已經煮的熱CS 曾經煮的… 我可能吃到很難吃 今天就要吃了 所以今天吃了一點 我整理大道的詢子 是比較冷的 所以今天是在 少許熱口 會去看 -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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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掰掰- 下次見囉- 下次見囉 享受美食也算探訪朋友 騎車出遊很棒的一點就是常常會到不同的城市 平常住的遙遠見不到的朋友們也都能透過旅途上的安排 能有更多敘舊見面機會 它拉近的不只是和土地的關係也是和人的關係 吃過飯我們就準備踏上今天的最後一段路 從新竹往台北的西斌路段 XRR的油箱有15公升 今天出發前是把油加滿到現在跑了140公里左右 消耗了3格 新竹往台北則還有100多公里 為了避免剩餘油量讓人提心吊膽 我還是再加了100元的油才上西斌 這段路的騎乘體感和台68相似 當天的風沒有很大 也可能是整流罩替我突破部分的風阻 讓我這段夜裡巡航走得相當輕盈 最後我想分享一下 DXRR和CBR650R的比較 雖然一樣是四缸 但這兩台車的定位其實是不太相同的 CBR650R我覺得作為第一台重機入手 會有相當不錯的體驗 因為動力的感受會和以往的白白車拉開一段距離 達到一個真正有感的升級 而650R畢竟排氣量大 扭力峰值也出現得更早一些 在加速和超車時 650R雖然會慢一拍 但還是不用太費心思就能完成 而這一點上 絕對更是雙鋼7-800級距的天下 650R雖然比不上 但也還算OK了 至於DX4RR在加速上 如果轉速沒有維持在萬轉左右 就不是慢一拍 而是慢了好幾拍 油門轉下去 過了幾秒鐘動力才漸漸湧現 那種從零到有的俐落 是沒辦法那麼隨心所欲的體現在DX4RR上 但這也許就是他樂趣的所在 了解機體本身的性能與特性 然後再去服印他的特性 發揮他的能力 我想會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低轉時的加速是他唯一的短板 其他面向 表現都相當的好 無論是輕盈的車身 順暢的快排 還是引擎無隔 都是會讓人愛不釋手的元素 也許他不是一台那麼新手向的車 而是有一定的經驗和理解後 才能對他有所發揮 但如果是新手以他為師 我想也無不可 甚至可能會是騎車生涯中 最難忘的一段時光 很多人說這台車讓他們想起 他們剛開始玩車的情懷與感動 雖然我沒有經歷過那些四缸小車的經典年代 不過這台車依舊讓我非常心動 在認識這輛車後 我就先收看大輛影片 並迫不及待的去預約租車 這一連串的行為 就像當時準備迎接我的第一台擋車 CBR150R10 那樣的充滿行動力與期待 有種再年輕一回的感覺 也許很多時候 我們真正想追尋的 並非是昂貴的路程 而是那種私藏相識的心理狀態與感動 ZX4RR就是作為環保法規 能以嚴峻下 追求燃油浪漫 最後的機制結論製作 好 - 歡迎來到片尾前道時間 - 歡迎來到片尾前道時間 - 蛤 ZX4RR - 很有趣的一台車啦 - 其實我一開始對這台車沒有非常大的興趣 - 因為一開始水貨商的價格出來嘛 - 就是一個直客和遠觀的價格 - 手骨不夠出湧的人 - 基本上看都不會看 - 看也是看個寂寞 - 所以就沒有太多的關心 - 但後來呢 - 台灣川崎說有要引進嘛 - 所以我就開始有點興趣了 - 甚至還在他們粉專下面畫圖玩梗 - 呵呵 - 但那時候也都還好 - 是後來到川崎季的時候 - 當天看到實車 - 還有公布很驚喜的那個價格 - 全場整個歡聲雷動的時候 - 我才認真的對這台車 - 有想了解更多的感覺啦 - 那中文的影片其實很少 - 所以就只能往國外找 - 那前一段時間 - 國外對ZX4RR的影片 - 我應該都看過一輪了 - 騎過的都說讚 - 都說 - 喔 比起什麼什麼車呢 - 每個頻道主的答案可能不同啦 - 不過這種說法蠻多的 - 就是說 - 比起某些車 - ZX4RR更能讓他享受騎車 - 然後他可以騎一整天 - 可以長期持有 - 這樣 - 贈品實在太多了 - 所以我也就決定第一時間去租 - 去實際體驗一下 - 結果也是相當滿意的 - 只能說有訂的車主呢 - 恭喜你 - 即將展開一段有趣的騎車旅程啦 - 那有機會的話呢 - 其實也可以去足足看 - 因為那個感覺真的是很特別 - 破百的聲音 - 60的速度 - 很有趣 - 然後很好聽 - OK啦 - 那近況呢 - 6月是個忙碌的月份啦 - 我剛結束一趟2週的行程 - 然後6月底呢 - 又有個1週的行程 - 7月呢 - 可能稍微可以緩一點 - 不過還有重機展要準備 - 所以也是要花一些心力 - 我會擺攤啦 - 然後在8月的時候呢 - 有個2週的行程 - 所以比較閒暇的時光 - 可能就要到9月了吧 - 不然還想說可以 - 放個暑假喔 - 就是7、8月的時候 - 只剪不拍 - 欸 - 不過呢 - 夢一場 - 不過忙歸忙啦 - 還是 - 我覺得是蠻充實開心的 - 所以也希望接下來 - 要呈現給大家的一些分享呢 - 大家會喜歡 - 好那今天影片呢 - 就差不多到這邊 - 感謝你們的收看 -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 掰掰 晚安 - 呃下